要空缺口補好補本 怎麼辦 沒關係 這個族群一直往上噴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記事通 我是Sandy 我是李龍 台股今天跌了快要500點 而且外資賣了1000億耶 怎麼辦 我就很擔心這個行情 三月份到底要怎麼操作啊 好的 那當然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大跌498點 可怕 為什麼會跌這麼兇呢 其實兩大因素 那為什麼外資也大賣 第一個因素是因為美股大跌 那為什麼美股大跌 是因為美債殖利率超過關鍵1.5 所以大家市場會恐慌會害怕 因為1.48是標普500的股息殖利率 那超過1.5之後 就會很多人想說 那這些大法人會不會賣股轉賺 可是實際上呢 大家不用太過擔心這個 這個待會我們跟大家做一個解釋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沙序 收最低 真的 外資大賣 三大法人合期賣1,08億 史上最大尾盤啊 MSCI在調整全中 所以他也貢獻一些賣超的一些數字 可是實際上呢 我認為啊這個地方台北股市長線還是多頭 只是說中間會震大 因為8500點長到16000多點快17000點了 回檔一下也是很正常的 休息才能夠走的更長遠嘛 好大盤哇金牛年在上面橫盤的缺口已經幾乎要回補了 但是這個缺口要被回補 我們今天才知道嗎 早就知道了 其實 可以預期的 可以看可以發現 可以發現的 Sandy她說她早知道 早知道 來我們看一下 先前我們跟大家講嘛 反正16200之上就偏強 然後在15800以下偏弱嘛 那之前是偏強 但今天殺下來 當然就已經有點偏向盤整 因為剛好到月線位置嘛 那為什麼我說她是可以事先知道 缺口早就會回補 怎麼觀察 半導體 台北股市半導體 台積電聯電實際現金的半導體 不是權重最大的嗎 你仔細看 半導體在這個禮拜 禮拜三就已經回補缺口了 已經補起來了 早就補起來 她早就告訴你說 台北股市的大盤會回補了 那今天不但回補還往下破 所以什麼時候會直穩直跌 你要看半導體指數就知道了 好那至於我們剛才提到 美債值率飆高 飆到一年新高耶 1.556 很可怕嗎 美國10年期的政府公債 歷史的走勢圖在這裡 曾經有到15 1981 15 2000年網絡科技泡泡泡當16 現在只是從歷史的低 反彈到1.556 大家就嗨了 大家就嚇死了 沒那麼恐慌 如果說直立率飆到什麼 2啊3啊會崩盤 那之前15跌下來還得了 早就崩到地下室去了 不是這樣看的 它影響的是資金的挪動 有些錢 那會搬來搬去換地方 好譬如說我們剛講直立率 有些人認為說這個市場資金會跑去買美國政府公債 問題是 政府公債 你借錢給美國政府10年才拿到1.5% 隨便買台灣的一檔股票 配股配息都超過5%以上 買一個就漲停 本來就10% 像康大相追不是很強嗎 它漲停 為什麼 因為高子利率 配息10% 那先前我們跟大家分享 林依 它配息7% 昨天也漲停 最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好 而且美國聯準會長線 多頭 通膨跟失業率都還沒達標 還要再撒錢 持續撒錢 3年 所以 長線多頭沒有改變 但是短線股價又震盪 可是我們先看到說要把資金走到哪裡 你看 我先前這禮拜跟大家分享 飯店 飯店 美高美酒店 半年漲87% 大漲特漲 我是不是說解封三雄 好想出去旅遊 對 想出去玩 出去玩 出去玩找誰 找旅行社 找旅行社 找飯店 要吃飯 你看禮拜二跟大家分享 觀光股 每天都噴 半導體股 再複習一下 每天都往下走 所以你就知道方向是在半導體 在這個觀光股裡面 半導體要避開 好 再來 你看網品 創新高 沒錯 美食KY 美食KY什麼 85度C 85度C 今天也是創新高 一樣啊 我們跟大家分享 旅行社 易飛網 從禮拜一開始 我們買進禮拜一開始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連續五天 到今天還漲停板 五根漲停板 五根漲停板 然後看這美股 大跌 台股 台企都大跌 易飛網 噴五隻漲停 三富 也是旅行社 噴三隻漲停 鳳凰噴兩隻漲停 我們的解封三雄 都非常非常強勁嘛 所以股價會反映未來 會反映未來 所以我想在這個地方 台北股市還是有非常多機會的 因為現在這個階段 就是機會跟風險並存 所以只有不斷尋找機會的人 才有機會即時把握 然後知道接下來的機會在哪裡 就要鎖定股民當家的LINE &Telegram 台經及時通 我們下次見 拜拜